无论你是否准备购买iPhone 13 新手机的这四个变化你一定要知道 首先 新iPhone依旧是四款机型 屏幕指寸跟上一代也完全一致 区别主要来自于牛海和摄像头排布 正面牛海的面积缩小了20% iPhone 13的摄像头由数项排列变为了斜角排列 其次 iPhone 13全系列的相机都得到了大幅升级 暗光拍摄能力提升 更大的变焦范围 视频则加入了全新的电影模式 可以智能转换画面中焦点的位置 另外在手机的容量方面 iPhone 13由原来的64G变为了128G起步 Pro机型则增加了1TB版本 目前Pro Max的顶配是12999 最后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一点 就是这一代的Pro机型终于迎来了120Hz高刷新率屏幕 屏幕的刷新率越高 所显示出来的画面也就越流畅 所以无论是用来打游戏还是看视频 这次的iPhone一定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不过也不要高兴太早 高刷新率屏幕必然会带来高靠上升的问题 有可能我们的充电频率不降反升 大家最好提前准备一个安全可靠的快充充电器 我自己准备的是Anker的20瓦安心充 它那只AI空温系统每秒20次测温 夜晚充电期间可不间断测温57万次 一旦发现温度异常 亦可给手机和充电器降温 毫秒级的响应就像给手机加上了一个防护罩 令人更安心 而且Anker也是苹果的合作伙伴 安心充采用了苹果与原装同场的PI芯片 品质过硬 体积迷离 跟新iPhone也很搭 只要25分钟就能充电50% 好了 这款13箱有没有进入你的购物车 评论区告诉我